哈啰 大家好 我是Yuki 欢迎收看《创爱世界》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间隐藏式的炒哥罗面 一般我们都是吃那种烫过的 然后做成干的哥罗面 我就很好奇用来炒的哥罗面到底味道是怎样的叻 好不好吃 所以今天我就带你们去看这间炒哥罗面 然后它是在很偏僻的地方来的 我们现在就出发 Let's go! 各位观众 我终于到了那间炒哥罗面的餐厅了 就是这间 警员 茶餐室 固定 Test Restaurant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哇 这样多人哦 超多人是吗 好多哦 咱们 可以拍你这样炒吗 不可以 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可以做完不可以 不能给人间接 OK 不要紧 原本我是想拍他怎样炒哥罗面 可是他的厨房是不给人家 随便进来 各位不要紧 我们就试试看他的炒哥罗面好不好吃 可惜又没有拍那个炒的话 这边是蛮多人的 你们看 很多人一下 而且现在是接近午餐时间 还没有到午餐时间 还没有到午餐时间 现在是11点 就这样多人 如果午餐时间不是更多人 还有这边是有一定的历史的店 这个店我觉得应该有几十年的历史 这边的左邻右舍 应该都常来这些店 所以他这间店很偏僻 不过还是很多人 OK 现在我来跟你们聊一下 因为没有拍到炒的话 所以就要跟你们聊一点废话 哈哈 还要聊什么天呢 OK 你们就问问题 我每拍一集吃美食的影片 我都会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 就类似一个跟观众交流的一个Q&A 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就每拍一集吃美食的影片 我都会回答一题 然后今天我就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我会跟你们聊炒哥罗面的历史 我的食物上出了 很快一下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它哥罗面的历史 哥罗面也叫做干面 是马来西亚沙拉越地区的特色 干老面 奇特面条的形状 曲折 它有什么历史呢 它的历史就是在沙拉越咯 还有什么历史 早没有啊 OK 应该是没有什么历史 哇 它的炒哥罗面 超级大法的 是吗 哇 哇 不错 不错 有很多料 OK 现在就来给你们讲什么料在里面 它里面有炒烧 有鸡蛋 豆芽 还有给你一只侠 还有 鱼饼 还有什么料 应该就没有了 五样料 不错耶 蛮多料 不过价钱不过贵不贵 等一下写账的时候跟你们讲一下 来 我们来吃看它的炒哥罗面 很香耶 嗯 它的面条很Q弹 而且一直下去啊 面的香气直接扑鼻的来耶 哇 它面的调味也是调到恰到好处 不咸 不淡 刚刚好的那种 来试看它的叉烧 它叉烧是带有一点嚼劲啊 而且也不会太薄 吃鱼饼 鱼饼的口感就是软软薄薄这样啊 吃虾 它的虾 有帮你八颗耶 不错耶 帮你去一颗的虾 它喜欢这种帮你去一颗的虾 吃虾也超方便的 它虾 蠻新鲜的 完全没有那个虾的腥味 吃虾 它吃起来其实是有一点像那种干辣面 它接近云吞面 跟蜜虾之间的那个口感 你们自己来吃有没有懂啊 真的不错吃耶 它的这个炒虎咧 所以今天你们自己来吃看 然后这边是每个星期二休息 所以我们星期二最好不要来啊 而且它是做早上的 网上也没有开 它好像是开到下午三点 很早就开了 好像是早上五六点就开了 所以它是做早上的客套 好 吃完我们的炒虎罗面了 然后它的价钱是八块钱 已经算很便宜了 如果你们想要来这间 来试吃这个炒虎罗面 我会把地址放一秒数到那边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